歡迎選舉TOKO 早餐 林荃第一個把一個有嫌疑的 這個西方溪叫來做董事長 這就表示他沒有資格做行政院長 吳麗培之政他還要評論一下 蔡英文總統的百日之政 兩個字形容 你對現在蔡英文總統的表現是什麼樣的想法 講起來會流淚啦 他現在已經陷入很大的危機 如果沒有好好做就沒有轉機啦